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3日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913呢 50年前的今天呢 中共政坛发生了一天 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 林彪叛逃 现在这个海外的读者都在议论911 但是却忘记了这个913了 林彪就和毛泽东闹翻了之后 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飞往 当时的敌对国苏联 途中在蒙古的温度尔汉 坠机身亡了 史称913事件 真快这个50年过去了 我的我还是记忆犹新 那么这个今天看到海外文学城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讲到了这个 他是转载BBC的文章 讲到就是回顾 这个50周年913的反思 讲到说是在中共百年庆典自己 官方造势宣传可称极致 然而官方不再提50年前 一个党内最神秘的政治事件 那就是林彪叛逃 但是现在我认为 这个阴影还没走出去 尤其是这个政治的怪圈 中国这些中南海的领导人 同样面对 也就是习近平现在是最高领袖了 类似于当年的毛泽东 那么这个权力怎么交接 干满两届就应当交班了 他不交要搞终身制怎么办 现在就来这问题了 自所以发生这个林彪事件 那不就因为政治领域里没有一种机制来交班 换句话讲的就是这个一把手 如果下台以后会遭到清算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对习近平来讲 现在肯定是不愿意下 如果他愿意下 就不会整出这么多故事了 就北戴河会议之后 这个李全晚的大字报 明显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吻 那说明习近平不想放弃权力 想搞一场类似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把政敌全部扫除干净 然后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个只要身体允许永远干下去 这和毛泽东当年的想法毫无二知 于是就出现问题了 那么李克强怎么办 是吧 胡春华怎么办 要不要有接班人 随时接班人 即使有了接班人 会不会也像林彪那样将来 也存在和一把手翻脸的问题 等等等等 一系列问题都在这里徘徊不去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 可以这样讲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元老们来讲是这样 对新贵是这样 对习近平来讲是这样 对非习家居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事件 这个林彪的事件 我认为最起码你可以体会到一点 就是什么呢 如同当年吹捧就是毛泽东的人一样 当年吹捧毛泽东的人 包括刘少奇 包括林彪了 对不对 林彪是吹的最厉害 走在哪里都拿个挥动个小雨露本 穿个小板鞋 这个黑黑的 显得对毛鞋非常忠诚 自称是毛鞋的学生 而且还写进了党上 他是接班人 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 家里吃饭之前 你不能吃 你要先是做伟大领袖 毛鞋万寿无将 万寿无将 然后做林彪主席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然后才能吃饭 但是你想就这样一个人 跑了 这真是一个笑话了 据当时的报道的消息 后来听到消息 就是说林彪国 林彪的儿子 林彪国想暗杀毛泽东 那么这个消息败露了 毛泽东想南巡 也就是到南方去巡查 然后求的各地的 封疆大利知识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部队的知识 控制权力 这个就如同现在 习近平匆匆忙忙 换军头一样 这很有意思 林彪之的消息了 就跑了 匆匆忙忙 就登下了一架军机 结果没有想到 由于驾驶员的操作不当 等等原因吧 这个坠机了 但是围绕着他这次死 到底是 事故呢 肇事呢 还是飞行员起义 还是这个中共把他击落的 现在是众说纷纭的 上个世纪本人曾经有一段时间 和这个血红血白的作者 交往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他就准备写一本 真实的林彪回忆录 他那时候正在写的蔡仙 蔡仙厨的传记 那是蔡家提供材料的 他在写 但是他没有写出来林彪这个故事 这是很遗憾的 那么现在这个 我看到今天这篇文章介绍 说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 叫于汝信 他写的本书叫 风暴历程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据今天文学城介绍 说这本书介绍了 林彪出头的全貌 提供了新结论 我没看过这本书 这个可怕很难得 现在去不了香港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林彪这个事件 最大的一个值得反思 就是说 颂扬伟大领袖的 一般都是假话 你看刘少奇也颂扬毛利奇 毛利奇思想 是第一个刘少奇提出来的 然后是林彪 对吧 你看都成了毛泽东的政敌了 林彪 刘少奇死得很惨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刘元部有一个照片 是给他爸爸平反的时候 把那个红旗 这个拉着一脚 发到脸上 在他爸爸的观目上 也是很动感情 这个就像今天普京 对他住手过世一样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中共这些国二代 仅仅是表面反思 心里没有深刻的反思 要反思的话 就习近平就不可能 也搞中人质了 对不对 文字鱼的后人 竟然也搞文字鱼 学毛泽东这个事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你仔细想 他是为了更利 自私自利导致的 所以当年这个林彪 就是为了吸取 刘少奇的教训 你看刘少奇死那么惨 我再不跑不行了 跑吧 当时就跑了 就还轰动一时 他跑了之后 颠覆了很多人的想法 我那时候还小 但是我已经开始 觉得怀疑 就是这不是你的助手吗 接班人 突然间他能跑了 跑完之后 就开始学习材料了 就是林彪就定位 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又是大叛徒 又是什么内奸公贼 什么绘画都出来了 从天上掉到地下 有一个中学的同学 他有个亲友 是北京部队的 他就是下方回来了 为什么就受到林彪的牵连 就林彪的林彪 低系的低系 才是底界小警卫那种类型的 小警卫吧 他说他都不相信 那是真的 我记得当时就议论 后来本人就是到文汇报工作 到香港去 经常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杂志 才知道这里边内幕多着的 也有说他是毛泽东下令 中来下令 有炮 在童话那种 有炮弹给 地对空炮弹给干下来的 也有说是 气无耗尽 是故障等等 现在不知道怎么来讲 但是我认为 他这个就是 吸取这个教训是值得的 一个是 不要以为送扬这个 这个最高领导人 送扬的人就是忠心的 我认为这个不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讲到这个问题 林彪和刘老奇 拿送扬的生意最大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送扬习近平这些人 我认为恰恰都是两面人 不要看表面 他们送扬他的目的 想把它包装成伟大领寻的目的 是想自己摸的利益 给他整个帝王永远不下来 那么追随他这一批既得利益 就可以放手去谈 对不对 就没人管吧 这次关键在这里啊 这是一个事儿啊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民主化这个道路必须要走 你不走民主化 你没有其他的路交界权利啊 拿习近平来讲吧 你就算换了五个军头 两个月换了好几个军头 那你控制了部队了 是战事 那么以后就永远控制这个部队 是不是啊 永远不下来啊 就是你没有人挑战你的权利 肯定身体 违背不了自然法则 是吧 那只有干一天 混一天 就像毛泽东呢 不管明天啊 一直干到死为止 那个是很危险的 总有一天啊 这个是因为这个14亿人口的命运 你想想 怎么会就是压在这一个人身上 何况是人们都经历了毛泽东这个时代了啊 也经历邓豪兵改革开放的 药邦的改革 平反冤假错案啊 还有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的修养生计这时代了 陶光养晦的时代了啊 人们毕竟是比过去聪明多了 为什么李光满这个事 李全满这个事 鼓噪这么一会儿就缩回去了啊 这证明 这个反文革的人占了上风了 包括元老新贵 还有普通的老百姓 知识精英啊 这个企业家等等 民营企业家等等 是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啊 那么 习近平现在据我观察 他为了保住这个权利的原因 和当年林彪和刘少奇 还有本质的不同 和毛泽东有本质的不同啊 为什么呢 那时候 他们个人有一些就特权啊 但是不如现在这么大的特权 那时候他们基本上是 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现在这些当官都是 都是极端的 这个自私自利的 这个贪腐分子 也就是说就有 有经济问题 对吧 不查不知道 一查都是一大跳 吓一大跳 是吧 所以他一旦推下来以后 将被政敌所整肃 是他不愿意推下来的原因之一啊 还有一个就是享受权力的快乐 狂欢 想抓谁就抓紧 那多爽 你这哪怕敢批评我 小丑我直接给你干净十八年 十八年就等给人杀了 因为他那么大年龄呢 你杀十八年那个人不久都灭了 是吧 等等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什么呢 看出这个文革没有结束 只不过是以各种 另一种方式还在延续 李光满的 不过是把这事挑明而已 那么紧接就是降温 这是遇到阻力的一个动作 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不搞文革 可能还要搞 因为他怎么保持权力 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搞运动 你像这个政法系统 拍十八个独察组下去抓 这攻坚法师 这就是运动 先清除这个刀把子这里 手铐的这个领域 我的人要换上去忠诚 这和毛泽东当年没什么区别 所以习近平走无数怪圈 这些举动 我认为不能长远 对习近平来讲是很麻烦的 因为他和毛泽东情况不一样 毛泽东最起码还有部队绝对支持 从上到下 他在部队时间太久了 习近平不行 在部队里 那他这根基太浅了 是吧 也没有经验 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 毕竟打开眼睛 看世界了 已经不是毛泽东 那个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那个时代了 时代完全不同了 此外还有 我认为 他西平亚面临的 党内的政敌 比当年那时候厉害的多 多的多 对不对 那反过来也讲呢 现在习近平战时控制了军队 李克强也好 还是推卸了温家宝 胡云涛也好 想跑你也跑不了了 林彪那时候还能有飞机坐上去 不管行不行 拼他一把 这个还能有点这个戏剧性 现在恐怕 你想 如果是彻底双双摊牌的话 只有强者 手里有权的 把弱的放到监狱的去了 只能是这个结局了 或者是非正常死亡等等 这说明什么 说明建立这个机制太艰难了 这个艰难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自私自利本性 可能习近平没上到高位的时候 未必是这样想的 但现在他就是死活的保住权利 什么也不要了 不惜任何代价 管理是这个温家宝 是胡云涛 是江泽民主中军 还是什么过去见了面 点头哈腰 非常恭敬的这些元老们 已经他挡不住他这种 要当这个现代帝王的野心了 所以只有这样的拼下去 那拼下去结果什么呢 只有人民遭殃了 只有搞运动 不断地搞运动 因为他不安全感 怕别人窃取他的权利 就会经常发动清洗 一步接一步 这个是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19届六中全会 现在的情况下 习近平控制了军队 听说要出台一个什么文本 一个胜过邓小平 毛泽东文本 其实那个是 我认为是很荒唐可笑的 他无论从哪个地方 他无法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 完全是不可同意而语的 而且习近平还有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接班人 你说他选谁吧 他不像毛泽东当年 如果这个毛泽英不在朝鲜战争中死亡的话 他就会给毛泽英了 是不是啊 他其实死了以后 当时他想给江青的 江青的力量不行 是吧 党内政敌太多了 不但没成功 反倒被人给干掉了 你说习近平他给谁呢 给他女儿吗 他就一个女儿 给女婿 女婿在哪里 是不是啊 给陈命儿 陈命儿能成起来吗 给李强 李强能成起来 还是给这个张三李四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自然规律 你逃不掉 总有一天身体不行了 是吧 另外还有突发世界 何况身边还有左右 还有这个如狼似狐的同僚 是不是啊 这个反对派也是很厉害的 不要开玩笑 因为你自家军 自相信军 当中现在没有像样的 就能顶得出 顶得起大量的人才 现在看也就 李强好像还比较好 其他根本撑不起来 是不是啊 别吹牛 哪有当年林彪这些人的 刘少周恩来这些人的 那种 这个能力 是不是啊 所以本人认为 对他来讲是很 很负面的结局 但是你要开放党禁报禁 他就不愿意 他没有这个精神品质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不要看 干了就是不到两任了 就已经把两件事搞砸了 一个是中美关系搞砸了 第二就是新冠治理搞砸了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 这个你即使说拜登 得出的结论 就是说比较是习近平高兴 但不要忘了 三年半以后 那川普有可能卷土会重来啊 对吧 卷土重来以后 那因为共和党 重新再搞 办案的情报调查 再做成一个结论 和这个严格梦的报告对应 也不是说 不可能啊 是不是啊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是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 绕不过这个 新冠的这个溯源的问题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最好的结局 就我个人看 就是按照元老们 新贵们啊 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民 朱镕基 他们的奉劝呢 退下来 把这权利账给汪洋 然后和元老们 汪洋他们打上个协议 就是我下来 你别整肃我 这个或许是 唯一的一个出路啊 另一个出路就是 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出路 就学习蒋经国 开放党金报金啊 实行中华民主的 民主转型和国家统一 一览子计划 那这个就漂亮了 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个文化素质啊 这个前一种恐怕 他也不愿意接受 那他只能选择就是说 仿照毛泽东的 仿到最后 他将来的结局 我认为是很不令人乐观的啊 那么今天 大家还在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